詞曲 李宗盛 各位螢幕前面的牧者同工 還有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基督教晨熙會的行政主任蔡明昌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侍奉中的堅持 因為劉牧師他已經 今天晚上會到美國去 然後那個俊如牧師他今天晚上 因為今天下午他有一個退休會 他是擔任蔣員 趕不回來 所以說今天就由我主持人 今天分享信息 那我想這個 謝謝為我加油 那我想我們在開始以前 我們就先一起來有一個禱告 天父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主 求祢賜我們一個敞開的心 讓我們能夠在今天的分享裡面 今天的主題是侍奉中的堅持 主啊 求祢幫助我們能夠在 今天的分享裡面 我們了解到事奉中的一些服飾的心態 以及我們理當有所堅持的事情 主 我們謝謝祢 願祢帶領著今天晚上的分享的時間 主 祢自己的靈與我們同在 無論是在分享的現場 是在聆聽的這些觀眾朋友們的身上 主啊 祢都賜福給我們 謝謝主 奉靠 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阿們 好 那今天的題目是侍奉中的堅持 那其實我覺得在講這個題目之前 那我想我們先應該釐清一下 什麼是侍奉 那我覺得侍奉很重要 它有一個定義 不然我們會不清楚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堅持 我們在堅持的是什麼 那因為不同的人所可能堅持的東西 可能不一樣 比如說我是一個游泳池的救生員 我的任務就是要把溺水的人救起來 那我們是一個服飾的人 我們是一個侍奉的人 那特別 無論 我知道在螢幕的前面 那也有許多是弟兄 在介如春學習的學員 弟兄姊妹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來學習一下 我們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侍奉 什麼是侍奉 那我自己是這樣子 我個人會認為一個侍奉的人 一個服侍的人 侍奉中的堅持 一個侍奉的人 特別是福音戒毒的輔導員 其實他就是一個參與侍奉的人 他會服侍神 然後也服侍人 那服侍神是因為我們是領受上帝的呼召 那投身在福音戒毒的工作裡面 所以說服侍神是我們領受呼召 所來要去從事的服侍的這個工作 那服侍人是因為主耶穌已經把 祂所託付給我們的羊群 就是戒毒村的弟兄姊妹 甚至於是耀人者的家屬 那主已經把這樣的人託付在我們的手中 所以說我們在服侍神遵守敬拜禮儀的時候 我們也在服侍人 就是幫助的這些來借贏的弟兄姊妹 那我自己個人的認知是這樣子 做一個福音戒毒的工人 其實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 是一件榮耀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覺得呢 因為我不知道各位在服侍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幫助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就是說你在幫助人當中 其實你會有很多的得著 那我自己感覺是這樣 我以前即便我是在戒毒村當弟兄的時候 有時候就看到我們所照顧的那個新人 或者說是有弟兄的家人來的時候 哇看到弟兄這個身體變壯了 然後長胖了 然後家人真的是抱住就馬上洗脊而泣 就開心了眼淚都流出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情景 那這樣子的情景對於我而言 我對我而言我的衝擊是非常的大 因為我自己我會想說 我能夠來福音戒毒裡面來參與侍奉 我有很多的成分 我就是因為看到了弟兄生命改變之後 然後那種家人的歡心雀躍的那種表情神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哇來當一個福音戒毒的工人 是這麼的有價值 我以後也要考門訓 我以後也要成為一個戒毒村的童工 那時候我心裡面我就非常的有這樣子的火熱 因為我看到幫助人 讓他的生命改變是多麼一件有價值的事情 有價值的事情 所以說當一個我覺得當一個福音戒毒的工人 不只是一件榮耀 而且還是一種享受 你在戒毒的過程裡面 在幫人戒毒的過程裡面 在服侍人的過程裡面 我跟你說 你得到的那種的鼓勵是多的 而且當你在幫助人的時候 幫助一個比較弱小的肢體的時候 那別人會給你肯定 那至少會認為說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會認為你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其實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自己會得著一種很滿足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是別人的重要他人的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所以說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當一個福音戒毒工人 是這麼的被人家來看重 這個也是我們的侍奉 那侍奉 但是呢 如果你認為 這個就是你服侍的目的 你服侍的終極目的 那我必須要跟你講 我必須要跟你講 這樣子的心態 其實是有一點自我中心 因為服侍神 服侍人 並不是為了要自我實現 並不是要為了讓我能夠得到別人的尊重 或者是別人的肯定 當然這些是服侍的過程當中 上帝所會加給你的榮耀 但是呢 這並不是我們侍奉的最終目的 其實侍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實侍奉是在為基督 還有為別人捨己 這是成為一個福音戒毒工人 不需要有所體認的 今天你來參與服侍 並不是因為別人會說 嗯 蔡明昌你好棒 你可以幫人家戒毒 或者說是 哇 你過去是一個吸毒的過來人 你終於生命改變了 而且還要成為別人的榜樣 我跟你說 這個都不是服侍的最終目的 這個不是你服侍神的目的 也不是你服侍人的目的 如果你今天只是為了要得人的稱讚 很多地方都可以 不見得一定要來到晨曦會裡面 但是呢 你要清楚到一件事情 你來到晨曦會裡面 我們要得的是上帝的稱讚 所以說服侍的一個過程是為基督捨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使徒保羅 他服侍的理念 他是在記錄在菲律比書二章三至八節的地方 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基督論 這邊有講到基督的一些形象 我來唸給大家聽 在菲律比書二章的三至八節這邊 他就講到了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只要純心謙卑 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哇 然後個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再來就是基督論 他就講到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 那既有人的樣式 就要自己卑微 就要自己卑微 純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原來這是保羅服飾的理念 他就是來自於基督 你這邊就講到了 基督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 而且既有人的樣式 還要卑微 還要純心順服天賦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保羅的服飾的理念 就是效法基督 那我們的服飾呢 也是這樣子 我們是在那一位好牧人的手中 來服飾的 我們在好牧人的手中 來做牧人 來侍奉 所以我們就要有好牧人的 服飾的理念 這邊講到 我們都是仆人 並且是為他人捨己的仆人 然後呢 讓我們的服飾 可以讓別人看到 有基督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所以說在這邊就看到了 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服飾 我們服飾是學習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舍己 這就帶來說 我今天的這個分享的內容 所以說就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的服飾乃是效法基督 而不是把人帶到自己的面前 而是把人帶到基督的面前 好 沒關係 我們就不用再調這個經文頭影片 所以說在服飾的過程當中 剛剛有講到一些服飾的 會受到人家尊重的地方 會講到一些服飾 是一種自我形象的提升 但是我跟你說 服飾同樣的 也要經歷到許多的艱難 在服飾當中 同樣的會有挑戰 會有為難 會有傷心 難過的地方 特別我們所服飾的對象 是一群成癮的人 成癮的人 他的服飾的挑戰的難度 是更加的高深 更加的高深 特別是在侍奉當中 我們真的要學習到要有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彰顯耶穌基督的榮耀 我們只是在凸顯自己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所以說我們這邊就特別為福音戒毒的工人 我們有一個定調 就是說我們是耶穌基督的仆人 奉召要來服侍成癮的弟兄姐妹 還有他們的家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確定 所以說我們在侍奉當中 就會有所堅持 對於一個侍奉的人 屬神的人而言 我們在侍奉當中 會有需要到什麼樣的挑戰跟堅持 我們來看一下 在哥林多前書14章40節那邊就講到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 按著次序行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 按著次序行 這邊就講到一個侍奉的人 他要按著規規矩矩 要按著次序來行 好 那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次序是如何的定出來 什麼是優先的次序 那什麼是比較不重要的 那什麼東西是第一順位呢 那什麼東西又是可以說不是這麼緊急的 那我在想 既然我們是侍奉的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的侍奉裡面 什麼東西要擺在第一位 我跟你講顯然的 神是擺在第一位 是不是能夠傳福音 是不是有把神放在第一位 就關乎到我們是不是能夠 好好的做神所託付的事情 今天如果你是把金錢 把名利放在第一位 你可能你的侍奉的所呈現出來的東西 可能就不一樣 你看中的東西 可能就不一樣 弟兄生命有沒有改變 可能就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的侍奉的守衛 怎麼來定這個次序 上帝就是我們侍奉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 好 所以以至於說 我們就有一個東西叫做 先生命後生活 先生命後生活 這也是晨熙慧以前常常在說的口號 先集中後分散 然後先生命後生活 然後還有先聚集 然後還有先崇拜 先求神的國 神的義等等 那這邊我特別要講的是 在侍奉中的堅持 我們要堅持把神放在第一位 福音介徒的侍奉 它是一個注重生命的地方 有 我跟你講 在有生命才會有生活 那有生命的前面是有靈命 所以說神有沒有擺在第一位 會關係到我們的服事的優先順序 你是先注重有好的生活改善呢 再來追求生命的長進 還是要先追求生命的長進 才能夠帶出生活的改善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晨熙慧一貫的理念 劉牧師所堅持的 也是先要追求靈命的成長 所以說我們在為村家禱告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會禱告裡面 都會講到說 為弟兄的靈命的成長來禱告 所以說 請問是當機的嗎 好 好 那剛剛不好意思有一點那個lag 那我繼續說 好 我們必須要在福音介徒裡面 我們必須要先把上帝放在最優先的順序 當我們把上帝放在優先的順序 第一位的時候 我們在處理很多事情的程序 會有微妙的一些表現出來 譬如說 我很引以為傲 就是說當有人來到戒如村去參觀的時候 我每次走到戒如村的這個課表前面 我就會覺得很引以為傲 就是說我都會跟人家講 你看我們的課表裡面 都是早上有幾堂的靈修 然後每天有老師來上課 然後我們的課程的名稱 都是很注重聖經的教導等等 你就從課表的裡面 戒如村的這個生活作息的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都很專心的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基督介紹給弟兄姊妹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當 如果說你對於這個 戒如村 你如果不是看中上帝的話語的時候 你可能會排很多的 這個工作 是第一位 是什麼樣 是第二位 那 最後排到最後才是 禱告 才是最後一位 所以說這個會關係到 戒如村的這個生活作息的安排 所以說當我們在戒如村裡面 這個參與服飾 參與侍奉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很注重的是 上帝的話有沒有擺在第一位 陳希惠福音戒讀是一個看重生命成長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在過去的課程裡面也有講到 如果一個弟兄他沒有生命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活出一個屬神的生活 沒有一個屬神的生命 他是沒有辦法活出屬神的生活 所以生命在福音戒讀 是一件很看重的事情 我舉我們過去曾經有的這個例子來說 我記得在前幾年我們有一個 就是到那個我們騎滿的弟兄 我們會跟在南投那邊有一個大型的工廠 我們有一個建教合作 就是說職場的宣教 那我們騎滿的弟兄 然後他們一群人 然後到了那個工廠去上班 然後有一些課程的教導 我們派兩個輔導員過去那邊幫助他們 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介紹我們過去的那個木者 他就說很棒很棒 那個陳希惠的弟兄騎滿之後 有一個工作安生立命的地方 那於是我們就派了一群 騎滿的弟兄過去了 後來那個老闆就覺得說 你們這些弟兄很好啊 多派一些人來啊 不用騎滿也沒有關係啊 反正就是歡迎他們來工作 可以先來試試看 因為最近工廠在趕貨 然後就一直問我們要不要多派一些人過去啊 或者說是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再派一些人過去啊 他認為說光是這些騎滿的來還不夠 最好是多一點人去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就很客氣的婉拒他了 那他就說那個老闆也出高薪 就說這個來我們這邊上班 再加上配合加班啊 一個月可以賺四萬多 甚至於可能會到五萬塊這樣子 這個對於一個剛就是戒讀完回去工作的弟兄而言 那個待遇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大家聽了 哇 大家弟兄聽了也都很心動 都常常都希望自己能夠村主任能夠推薦 自己能夠到那邊去上班 可是後來我們就發現到 這個能夠有一個工作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沒有很好的生命 你給他一個再好的工作都沒有用 所以說呢 我們就適時的就婉拒 我們就很堅持 我們一定要先生命 後生活 我們要堅持 弟兄要接受完整的輔導之後 然後經過考核 評估 覺得說這個弟兄OK了 我們才會派他去工廠工作 那當然呢 工廠那邊也會覺得我們很奇怪 我們幹嘛這麼堅持 這個讓他們在工廠裡面工作不是很好嗎 他們賺了錢 然後又可以回去孝順父母 然後可以獨立生活不是很好嗎 但是我們都是過來人 我們都很清楚 當一個弟兄如果他的生命沒有長進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來過一個好好管理自己的錢 你給他錢 他也是只是去買毒品而已 所以說呢 我們就很堅持 一定要先有生命 才會有生活 然後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機構 他也是接納我們的弟兄 然後呢 但是到後來 我們就是晚上都會安排給弟兄上課的課程 但是他們就覺得說 哎呀 上課太麻煩了 我們留一點時間來加班 或者說是要帶他們出去走走 是不是難道不好嗎 幹嘛一定要堅持要上課 一直要上課的話 他們就是少了一些娛樂了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也是很客氣的跟對方講說 上課是我們所堅持的事情 如果沒有好好的上課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弟兄的生命 生活都會不穩定 所以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堅持的事情 如果說他不歡迎我們去上課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 我們也很難繼續合作下去了 所以說我們是很注重一定要有堅持 一定要先有生命才能夠有生活 其實這些不光是對於弟兄的要求 其實我們對同工的要求也是這樣子 我們在行政中心這邊 雖然我們不是在第一線跟弟兄有接觸的 然後的服飾 我們可能做的會比較多的是一些行政工作 然後可能追蹤 探訪等等的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行政中心的每天早上 除了禮拜一 因為禮拜一我們有例行的周會 會請牧師來講道 那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只要是有上班的日子 我們都會有早上的禱告會 我們會一起分享一張的聖經 然後再按著不同的主題 有時候為春家禱告 有時候為各部門禱告 有時候為宣教禱告 還有為一些特別提出來的代導事項禱告 我們晨曦會的同工 我們一定是用禱告跟讀經 來開始我們一天的服飾 這個也是我們很堅持的 常常有人會覺得說 哎呀 這個有時候早上一來 這個一日之祭在於晨 那就先趕快工作 這個靈修這個是個人的事情 然後既然來到行政中心上班 就要趕快處理事情 其實我們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在許多忙碌的事情之前 我們更看重的是 我們是不是先來到上帝的面前 先用禱告 先用讀經 來開始我們一天的服飾 我記得以前我在苗栗 借如春有時候晚上 我會在借如春住宿 那一大早大概五六點的時候 童工都已經先在辦公室裡面承導 他們在看靈命日良 在分享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願意學習操練的弟兄 也會跟童工一起在那邊讀這個靈命日良 大家早起在那邊靈修 我聽了之後都非常的感動 甚至於有一次童工 他們不知道因爲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到外地去出差 那當中也有一些社工跟著他們一起 結果他們在出差的時候 早上一起來 童工就很自然的就怎樣 就拿起聖經在那邊靈修 結果旁邊有一些社工 他們也是基督徒 他們就說 哇 這個牧師啊 你到了外面還這麼認真 其實他們不知道 靈修禱告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先有注重靈命 然後才能夠有生活 甚至於我知道在屏東所 那個牧師主任他們都很認真 對於有一些有意要報考 門訓 或者說是比較有追求的這些弟兄 那牧師也帶著他們讀經 查經 畫重點 那這些時間呢 都是他們利用自己額外的時間 有人或許會覺得說 欸 這麼沒事幹 這個上課就有上課了 靈修也有靈修了 幹嘛還要有這些額外的時間呢 難道你還不夠忙嗎 其實不是 只要是對於弟兄的生命 對於弟兄的靈命有成長的 那就是我們輔導員的任務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那甚至於還有我還記得 其實我們介入村 我們會接待有一些外來的訪客來參訪 有時候有一些愛心的團體 那有一些是獅子會 福倫社 一些工商團體 那他們來呢 那都會有時候會關心 也會有一些奉獻 那一般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哇 那這樣子應該多多益善 如果有機會的話要多邀請一些 這些愛心的團體來到介入村參觀 然後可以幫忙我們介入村的一些 經費上 事工上的需要 但是呢 其實如果你有跟我們介入村接觸過 你就清楚 我們大部分的村主任對於參觀的這些 都是有限制的 我們並不是 只要有人來 我們都願意 一直大家趕快來 趕快來 並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大家來關心我們不好 而是因為我們會擔心 太多的參訪 太多的這些反讀宣導活動 然後會影響到弟兄追求的心 他們可能有些弟兄還不是很成熟 他看到有人來 他們就會表現 或者說是 好像就是說有人來參觀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自己覺得自己很不錯 你看大家都來看我們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凡事都可行 但是也都要有限度 所以我們並不是為了要讓人家來 並不是為了要讓人家來 然後我們就一直要去邀請 我們很在意的是 弟兄 他們是不是能夠 好好的在介獨村裡面 追求生命的長進 因為生命若不長進 他們在那邊住十年也是一樣 是帶不出改變的果效 然後我們堅持傳福音 我們認為福音不是點綴 其實戒讀的方式很多 有心理輔導 有團體輔導等等的一些諮商 我並不是說這些不好 只是因為我們是福音戒讀 我們所堅持的是要傳福音 剛剛有講到福音一定是我們的第一位 福音並不是我們眾多課程當中的一小部分 福音是我們所有課程裡面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福音並不是一個點綴 我們也有輔導 但是我們是聖經輔導 我們深信福音是神的大能 能夠救一切相信的人 那有很多幫助人的方式 輔導人的方式 其實在聖經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說我們會推行聖經輔導 我覺得福音在晨熙會 或者說在福音戒讀裡面 絕對不是一件點綴的事情 福音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福音戒讀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所以說我們在設計課程的時候 我們福音一定是我們的重心 所以說有時候我們到福音戒讀的戒讀所裡面 或者說到別的機構去參訪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會先觀察 他們戒讀所的課程的設計 福音佔了多少的比例 你們是注重事工的發展呢 還是注重身體的鍛鍊 還是注重福音課程的設計等等 其實這些都會關係到 是不是能夠把人帶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說一個福音戒讀的工人 他的侍奉一定是堅持要傳揚福音 若是一個福音戒讀的工人 他不傳福音 其實他就毫無價值 或者說是一個福音戒讀的工人 他傳別種的教訓 傳別種的理論 傳別種的方法 那就要非常的留意 我們福音戒讀的工人 一定是以福音為優先的次序 那還有一種叫做沒有福音的福音戒讀 那我記得有一次聽俊奴牧師分享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的好 他講到福音戒讀跟社會服務有什麼不同 一樣都是在幫助人的 社會服務搞不好還做得更好 沒有錢 給你錢 沒有地方住 拿錢給你租房子 補助你 沒有工作 帶你去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 還幫你介紹一個 或者是拜託人家讓你去工作 這些都是很常見的一些幫助人的手段 特別是在服務更生人的時候 真的都是這樣子 但是是不是能夠幫助到人 只有福音才能夠幫助到人 這是一個侍奉中 我們必須要有體認的地方 福音戒讀跟社會服務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我以前在福島部服事的時候 有時候因為我們常常都排了非常多的人 常常在排隊的人非常多 那時候隨隨便便都一二十個人在等候入村 那常常就會有個案的家屬打電話來 他們說你們晨熙會這麼難等 有沒有別的地方跟你們差不多的可以介紹我們去 其實我很樂意介紹他們去 因為我也不忍心 他們在外面這樣子等 但是我們的轉介名單裡面 我只會轉介那種有福音的地方 我會轉介他去慕恩之家 去元聖協會 去主愛之家 去友愛協會等等 我轉介的地方一定是講福音的地方 因為福音能夠救人這件事情是我有把握的 我並不是說有愛心不好 有愛心也能夠幫助人 但是對於一個要因者而言 福音還是能夠真正的改變他的心的地方 我們可能會因為某些事情很感動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福音介紹給他們 我曾經接到一個來信 就是一個師範大學的老師 師範大學在台灣也算是非常不錯的一個國立大學 那個大學他的名字叫做師範大學 你就知道說他就是專門在訓練老師的大學 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這些都是師範大學拿手的項目就對了 然後有一天有一個師範大學老師寫信給我 他說他就自我介紹他是學什麼樣的輔導的理念 然後家庭輔導 然後有什麼證照 然後過去曾經教了多少學生 在哪邊有參加過什麼學術演講等等 他的履歷一張A4的寫不完 兩張A4的還不夠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有名氣的人 他說他請求 他真的是用請求說希望能夠來晨熙會 參與我們的工作 然後來能夠讓他的生活 能夠也能夠來我們這邊當志工來幫忙 我跟你說 在別的機構 像有這種的人才來 其實是求之不得的 我相信這個老師有他的人脈 有他的能力 有他的資歷 但是呢 在福音戒讀 說實在的 我都不敢請他來當志工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教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一個看重福音的地方 他非常的有才能 但是沒有福音 我沒有辦法讓他進來到戒讀村做教導的工作 因為弟兄們 弟兄姊妹們會搞不清楚 是什麼東西救他們的 是心理輔導讓他把他說得他很開心 然後很快樂 沒有罪惡感 然後以至於他能夠改變得到一個新生活呢 還是是因為有福音進來到他的生命裡面 讓他能夠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而來改變他的生活呢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說 並不是說我們不歡迎人來福音戒讀來參與幫忙 一起配搭福士 而是我們會注重的 他是不是有一個有福音的人 若是沒有福音 可能就會打亂我們的腳步 所以說先生命後生活 我們要堅持傳福音 福音絕對不是福音戒讀的點綴 若是沒有福音 就不能稱為福音戒讀 這是我們福音戒讀工人 對於這個 在侍奉當中一件很重要的堅持 這個優先順序的堅持 就是福音要擺在第一位 這個是我們的堅持 好 那釋奉當中也會有一些堅持跟不堅持的事情 那我想 我都想到有一個經文 它是在薩姆爾記上28章5到7節 薩姆爾記上28章5到7節我來念 那個扫羅看見菲利士的軍旅就懼怕 心中發燦 因為那時候扫羅在跟菲利士人打仗 然後他看到台山倒海的菲利士人過來 他非常的害怕 那扫羅他就去求問耶爾華 但是因為那時候上帝已經另外拣選了大衛 然後他在求問的過程當中 神並沒有藉著異夢或者是屋靈土民 或者是有先知能夠對他說話 那扫羅就非常的焦急 他就去吩咐他的臣仆說 當為我找一個交鬼的婦人 我要去問他 那那個臣仆就說 在這個尹多爾這個地方 有一個交鬼的婦人 好像你可以去問他這樣子 然後在八到十節那邊就講到 於是扫羅他就變了裝 可能就把他軍王的衣服也脫下來 穿上一個普通人的衣服 然後帶了兩個人在夜間去見那個婦人 扫羅就跟他說 求你用交鬼的法術 將我所告訴你的死人為我招上來 就是說請你用法術交鬼 把我要找的那個人把他叫上來 然後那個交鬼的婦人就對扫羅說 你知道扫羅從國中檢除交鬼和行巫術的 你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 那個婦人就對他說 你不要害我 這個扫羅這個國王有規定 不可以交鬼也不可以行巫術 你會害死我 然後那個扫羅就跟那個婦人指著耶和華起誓 說我向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你必不因這事受刑罰 我在講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這個我要表達就是說 扫羅當扫羅他遇到菲利士人來進攻的時候 他就感到了害怕 扫羅遇到了困難遇到危險的時候 就忘記了自己的規定 他忘記了自己規定說不能交鬼 不能行邪術 行巫術 但是當保羅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自亂陣腳 他忘記了自己的規定 這個規定是為別人規定的 今天只要我是扫羅國王 我可以犯規沒關係 我可以犯規沒關係 當然我後面他就有一些經文的後續的發展 只是我這邊特別要強調了 這個規定在福音介入的事奉當中 是很重要的 事奉他是扫羅在這邊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就開始不守規定了 其實我們的事奉跟生活管理 都必須要遵守規定 為什麼呢 因為福音介入的規定是來自於上帝的話 來自於上帝的話 我們的規定並不是隨便規定的 我們一定是按著聖經的教導跟吩咐 或者是聖經的原則跟真理 來定這樣子的規定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面談的時候 就有一個姐妹 一個女生 她來報名 她來面談 然後她非常的特別 她的頭髮染了好幾種的顏色 除了黑頭髮之外 有金頭髮 有紫頭髮 還有粉紅頭髮 好幾種的顏色 那時候我就跟她講說 到時候進村的時候 這個頭髮要染回來 黑色 我們在姐妹之家是不能夠染頭髮的 那個女生 甚至於她的媽媽都非常的不高興 她就說 這個女生愛美是很重要的 她們喜歡看起來漂漂亮亮的 有流行 為什麼不讓她染頭髮 那時候我就跟她講的一個聖經的經文 在彼得前書三章三到四節那邊 她就是講到一個婦人 不要以外表的華麗 編頭髮 戴金像鏈什麼等等的 這些為她的裝飾 然後更重要的是她要存一個溫柔的心 在上帝的面前 這個才是比較上帝所看重的 所以說 晨曦會的一些規定 其實我們都是按著聖經的教導 聖經的教導來規定的 所以說 在釋放當中 我們有一些的東西 我們必須要堅持 我們要堅持守規矩 我們要堅持按真理而行 堅持 就是我們要堅持有流程 堅持守規矩 這個就是在尊重制度 就是在尊重制度 過去我曾經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晨曦會在買東西 只要超過三千元 我們都必須要先寫聯絡單 或者說是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即便沒有超過三千元 我們也是必須要寫聯絡單 就是按著程序來申請這個錢 按著程序來申請這個錢 過去我在審核聯絡單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童工聯絡單送上來 他就會說 這個是劉牧師講要做的 這個篱笆要重做 這個是劉牧師來我們村子的時候講的 然後所以說 他們就直接就做了 就沒有寫聯絡單來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劉牧師一講 然後你們就做了 然後都不用通知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 他們會說 有時候發現他們沒有送聯絡單 但是那個錢已經花出去了 我就打電話問他們 你們怎麼有花了這一條錢 可是沒有看到聯絡單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是劉牧師同意的 我們有問過劉牧師 劉牧師說好 所以我們就做了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事情 其實會計人員他們會非常的麻煩 因為他們要出帳都必須要有依據 那我們就會跟劉牧師溝通 劉牧師他就會說明了 劉牧師說 我同意並不是代表你們就不用按流程 流程很重要 流程是尊重這個流程 按著流程走 就是尊重陳希惠 劉牧師的教導是這樣 所以說 我特別要講這個 這個叫堅持 堅持要守規矩 堅持要守流程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常常同工會便宜行事 特別是我自己是在看聯絡單的人 然後甚至於我們也會有這種情況 有時候我自己 我要買一台電腦 辦公室要買一台電腦 或者說辦公室有什麼特別的花費 我們都會自我要求 我們也是要按著流程 寫了之後 然後給人資簿簽資產管理的 然後再給行政主任簽等等 我們還是要按照流程走 因為我們會知道 當然也可以用一句話就講過去 但是我們會知道 我們要尊重流程 要尊重制度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堅持己見 那其實這些只是比較表面的 這些比較大的事情 我們容易守規矩 我們要堅持守規矩比較容易 可是有一些小事情 你要堅持守規矩就不容易了 我自己 我講一些我自己對付的經驗 像在晨熙會是規定 是不能夠喝咖啡的 那在介如村的村家 我是指在介如村的村家 劉牧師有規定不能夠喝咖啡 因為咖啡是一種會讓人家成癮的物質 而且你整天在那邊追求要喝什麼咖啡 或者說是要去買咖啡什麼等等 那牧師不希望介如村的生活搞得太複雜 所以劉牧師有禁止在介如村的弟兄姊妹 是不能在那個階段是不能喝咖啡的 但是喝咖啡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自己也喝咖啡 然後但是我們都會很清楚 進到介如村裡面 我們就不喝咖啡了 其實我偷偷帶進去 人家會發現嗎 人家不會發現 我用一個罐子裝起來 躲在房間喝 也沒有人會發現 但是因為劉牧師有這樣子的教導 我就從此再也不帶咖啡到介如村去喝 這並不是怕被人家發現 而是我尊重這樣子的規矩 我尊重這樣子的規矩 我堅持我自己要尊重這樣子的規矩 那還有晨熙慧的同工也是禁止喝酒的 那其實喝酒對我而言 其實我們在家裡面 我從小我們在家裡 我們爸爸媽媽過年的時候 或者是有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家都會拿酒出來喝 所以說即便是我在家裡喝酒 也是OK的 甚至於我的爸爸過年的時候 也會邀請我喝酒 可是我有一次聽到劉牧師講 晨熙慧的同工不能喝酒 因為我們是幫人家戒酒的 所以說我們不可以喝酒 不要在那邊 就是在你自己一個喝酒的人 怎麼還去幫人家戒酒 這是劉牧師告訴我的 雖然喝酒在我們家 我的成長的這個過程的環境裡面 我從來不覺得喝酒是什麼問題 甚至於我也會覺得說 我是來戒毒的 我又不是來戒酒的 酒對我而言也不是我的捆綁 對不對 我喝個酒也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因為劉牧師這樣子講 他訂下了這樣子的規定 那我就堅持 我就再也不喝酒 我就即便我過年回家的時候 我爸爸拿酒出來 來大家喝一杯 每個人都倒一杯 但是我就說我不喝酒 我爸爸說 哎呀喝一杯沒關係啦 大家過年快樂 這是歡樂一下 我就說我喝果汁就好了 因為我是幫人家戒酒的人 我不喝酒 這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對付 我堅持我要按著規矩而行 即便是這些小事情 在別人沒有看到的地方 我都願意這樣子去做 因為我尊重 這是一個神的國度 這是神的家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侍奉當中 我們必須要有所堅持 堅持要守規矩 堅持要遵守真理 但是也有一些情況 我們也不要太堅持 不要太堅持 我這邊講到堅持舍己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 在侍奉的時候 我們不要太堅持 什麼叫做不要太堅持 因為我們常常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常常表達自己的意見 好像都別人都非聽我們不可 特別是在戒毒村的同工 甚至於行政中心的同工也是一樣 因為過去我們有一些過來人的背景 那有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比較容易堅持己見 或者說是主觀比較強烈 以至於常常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這個溝通不良 或者說是不願意溝通而造成的誤解 所以說在這邊我特別要講的是說 我們在侍奉的時候 我們特別要能夠學習基督的舍己 但並不是表示說我們都不能表達意見 並不是表示說該堅持的我們都不堅持 我這邊要說明的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事情是違反真理的話 我們就要按真理而行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只是在討論的階段 並不違反真理 或只是說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學習不要太堅持 要能夠來互相的來溝通 要心平氣和的來溝通 要看別人比自己強 這個是很重要的 若是我們大家 在同工彼此同工的時候 大家都很堅持 其實是會有危機的 會有危機的 常常大家都覺得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那到底誰才是真理 所以這個東西要非常留意 我講一個例子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有個弟兄在辦婚禮的時候 然後就在婚禮的前一天 那大家就是在排演的時候 突然就有一個人就在旁邊說 欸 這個新娘進場的時候 就要播放那個結婚進行曲才對 就是那個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就是這樣才對 然後呢 那個總召 就跟那個詩琴講說 欸欸欸 新娘進場的歌 可不可以改這一首 那詩琴他就 他就有一點不高興 他說你臨時要叫我改 我哪有辦法 然後總召就說 可是人家都是 這一首歌啊 結婚進行曲啊 那詩琴就說 現在臨時要改太緊急了 而且我們當初歌不是都已經選好了嗎 然後 兩個人就堅持己見 就不高興 後來呢 那個總召就跟新郎說 對不起 我沒辦法當你的總召了 在結婚的前一天就這樣跟他講 大家都傻眼 所以說 我們不能說誰對誰錯 但是我會覺得說 有時候我們過於堅持自己的看法 堅持自己的意見的時候 事情很容易就會絆砸了 事情很容易就會造成不協調不和睦 甚至於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在侍奉當中 我們要懂得捨己 不要太過於堅持己見 若是這個東西沒有違背真理的話 我們應該多尋求牧長的意見 或者說能夠有一個敞開的心來討論 那也有人問說 萬一要是我的主管 然後他常常只派我一些工作去處理 然後我覺得不是很認同的話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其實我自己是這樣子 我會先溝通 如果溝通不良的時候 應該不能說溝通不良 或者說是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跟意見的時候 那我會選擇順服我主管的意見 我會選擇順服 因為聖經上的教導是這樣子 因為官長都是上帝所指派的 那我相信上帝既然透過他來給我有一些指導 那我也會順服 只要是不違背真理的 我都會順服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一些個人的一些感受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 在侍奉中我們要持續成長的堅持 常常都會有同工 特別是新的同工 他們就是門訓剛畢業之後 然後就進入到春家服侍 或者說是進入到各部門去服侍 那他們都會有一種心態就是說 好像我已經夠了 我現在要來投入在這個侍奉當中了 然後我已經受過裝備 已經一段時間了 那我應該具備服侍的能力了 常常同工都會有這樣子的迷思 其實我跟你說 在侍奉當中我們必須要持續的追求成長 在彼得後書3章18節那邊 他特別就講到 我們要在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當中 以及對他的認識上繼續長進 對於上帝的認識我們是不夠的 我們必須要在對於認識耶穌的恩典 還有認識耶穌的真理上面 我們要繼續的來長進 在彼得後書1章10節那邊甚至於是這樣說 所以弟兄們要更加的努力 要更努力喔 使你們所蒙的呼召和拣選堅定不移 特別是對我們這些事奉的人所提醒的 然後你們若行這幾樣就絕不會跌倒 就絕不會跌倒 我跟你講事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奉是一個很有張力 也會帶來挫折的事情 那在聖經上這樣子勉勵我們 我們要再認識耶穌基督的恩典 還有對於他話語的真理的認識 我們要繼續的長進 然後我們還要更加的努力 才能夠保守我們 我們絕不會跌倒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絕不會跌倒 所以說我們身為一個福音戒毒的童工 特別是我們常常會受到人家的誇讚 或者說是鼓勵 然後人家會說你很棒 幫助了很多人 或者說謝謝你照顧我們的家人 謝謝你照顧我的孩子 常常會讓我們得意忘形 或者說在事奉當中感到自滿 而沒有辦法再繼續追求長進 所以說在事奉當中我們要有一個堅持 我們要堅持能夠在 無論是在聖經的真理上 或者是在服事的技巧上 我們要繼續的來追求長進 那在私人的方面來講 那我都一直很推動的就是 我們童工能夠在職進修 那包括我自己我也都 自從我大概八、九年前開始 在晨曦會服事以來 那我也都幾乎 我都一直有在持續的進修 無論是去讀空中大學 無論是去讀社工系 或者說是自己參加一些 外部機構的訓練的課程 我都一直持續的在努力當中 持續的在努力當中 因為學無止境 甚至於劉牧師也鼓勵我們 鼓勵我們同工 我們在不同的階段 都應該為自己找到這種 自我成長進修的方式 但我在福音戒讀服事的這幾年 自己的體會是福音戒讀是沒有止境的 那常常你學了一樣 學了兩樣 你以為夠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到外面看一看 別人也都一直不斷的在進步當中 當然我們在追求進步 並不是為了要跟別人比較 而是要讓我們的服事更加的有品質 所以說在這邊事奉當中裡面 我們要持續追求成長 持續成長 這個一定要堅持下去 不要讓惰性來讓我們一直後退 一直後退 常常有同工會覺得說 這個已經夠了 或者說是我自己學習就好 其實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特別在晨曦會也是很注重機構的培訓 就是說我們每年都會辦許多場的退休會 然後同工訓練會 然後或者說是傳道人訓練班 等等的課程 那我在這邊我也自己期許 我們不要以為辛苦 認真學習其實是我們的基本的態度 特別是在我知道在晨曦會裡面 有時候因為我們常常有辦訓練會 同工可能就比較僵化 或者說是會覺得說會不會有太多 其實以晨曦會的角度而言 那我們辦一場訓練會要請老師 然後要規劃 然後安排住宿交通 然後還有飲食等等非常多瑣碎的事情 其實辦一場訓練會是非常的麻煩 然後甚至於我們要同工大家來 要放下手邊的工作 然後那個車錢 然後訓練都是工價出來的 其實我們辦一個訓練會 那種有形的成本已經是要好幾萬了 無形的成本更是看不到 就是很難以估算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要珍惜每一次培訓的機會 我們不要以為辛苦 其實這對於我們的侍奉當中 即便無論是在晨曦會在教會 或者說將來可能有機會到別的機構去發展等等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持續的堅持的訓練 持續的讓自己能夠在本職學能上的提升 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看到有很多機構 他們來到晨曦會 他們可能有的是剛開始做福音戒毒 然後或者說是在一些資訊比較 不是那麼交流不是那麼普遍的地方 他們來到晨曦會都非常的珍惜 常常有人會跟我們索取課程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很多很多在管理 還有在侍奉上的交流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棒 因為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那種很積極的態度 我想這個這樣子的態度在上帝的面前 是蒙曰納的 特別是最好的進修 其實就是教學相長 教學相長 那我們在這邊也鼓勵同工 我們能夠一起在福音戒毒的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不斷的來精進自己 能夠更有品質 而不要讓外界有一些所謂的專業 都會覺得說我們福音戒毒 好像只是一群無學問的小民 我們可能過去因為吸毒的影響 可能沒有受過什麼好的教育 或者說是我們沒有什麼這種國家級的證照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這樣子妄自菲薄 我們專心的做好我們的服事 其實就是上帝給我們最好的證照 好 謝謝大家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那因為今天如果大家對於以上的剛剛的分享 如果有什麼疑問或者是特別的想要來詢問 或者說是交流的 都歡迎大家能夠來用寫出來 或者是能夠直接開麥克風比較快也沒有問題 好 這邊有一個問題 如果在村裡牧養弟兄弟兄 以再犯錯影響村家的管理 照規範必須請他離村 那是否要抵觸在基督裡愛他 如何拿來管理規範與愛弟兄的心 好 應該這麼說 弟兄一再犯錯是什麼原因 他是犯大錯呢 犯小錯 我想這個會關乎到處理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他犯錯之後的態度 犯小錯如果態度不好 跟犯大錯願意悔改 我想處置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如果說已經一再犯錯 就表示他是屢勸不聽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必須要請他離村 我覺得這請他離村是沒有問題的 那重點是除了請他離村之外 是否還有別的方式來處理這個事件 那是不是有調村的機會 如果假設說他雖然犯的是大錯 但是他悔改的態度很好 但是他必須要離村 或者說因為打架 然後怕排解的不好 事後他們又會再打起來 必須要有人離村 我想這種東西請他離村 並不抵觸你愛他的心 我覺得這一點完全完全的不抵觸 反而是在保護他 如果是這種情況 那有時候離村是為了要得著他 離村是為了要得著他 因為有些弟兄 他可能來到戒毒村裡面 他也不是很珍惜說在戒毒村裡面的生活 甚至於有的弟兄 就是要經過兩三次之後 他才能夠看到自己所不足的地方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來晨熙會兩次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大概住了十一個多月 那時候我也覺得我也受洗了 然後聖經也讀了 然後也很認真 我還學了彈吉他 唱詩歌好像看起來有模有樣的樣子 然後就在戒毒村遇到不順心的事情 我就想要離村 結果我離村之後 很快的 就又吸毒 又被抓去坐牢 但是我在坐牢的時候 我快出獄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出獄之後要去哪裡 我就是要回來晨熙會 因為我知道晨熙會才是能夠真正幫助我的地方 所以說有時候弟兄他違規他離村 或許當他下一次他再來的時候 他反而更能夠看到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這樣子 其實如果他真的是履勸不聽或者是態度不好 我覺得請他離村是沒有問題的 請他離村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永遠留一條路讓他走 永遠留一條路讓他走 我們可以跟他講 因為你某某某 因為你違規 你必須要離開 但是你回去之後 若是你想清楚了 我們歡迎你再回來晨熙會報名 這樣我覺得把人趕走 因為他嚴重的違規可能為了要保護他 或者說是為了村家管理上的規定的需要 我們請他離開 但是我們留一條路讓他走 就是說你回去之後你想清楚了 你願意改變了 願意順服規定了 願意調整自己了 你再回來晨熙會 我們會接納你 我講這樣是很重要的 我們 我記得我聽過一個牧師 他是 他曾經這樣子跟我分享過 當一個弟兄來到戒毒村 我們愛他 我們對他好 為什麼要搞到他離村的時候大家都不開心呢 為什麼要搞到說他離村之後 一直在說戒毒村的壞話 怎麼管理人員怎麼樣 弟兄怎樣 他在戒毒村如何的被欺負 根本就沒有這樣子的必要 其實我們可以用愛愛他 讓他知道說 我們必須要請他離開 但是我們並不是放棄他 我們可以好好的走 好好的跟他談 好好的讓他理解 如果他願意的話 前提是要他願意 所以說我就覺得 我後來聽了那個牧師那樣子跟我講說 為什麼 人家來我們這邊住了一段時間 怎麼會帶著這麼多的埋怨離開呢 這個時候不見得是弟兄的問題 可能是我們 我們自己同工本身的問題 所以說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說 要怎麼拿捏規範跟愛弟兄的心呢 我覺得規範是重要的 你今天如果你 規範上面如果你不公平 你沒有標準的話 你很難讓弟兄對你服氣 但是我們要求遵守規範 並不是我們硬邦邦就不愛他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他在這邊生活又不遵守規範的話 他的生命是不會改變的 你看哪一樣是重要 是讓他覺得討厭你 但是他生命改變比較重要 還是讓他覺得跟你麻吉麻吉 很好很好 然後他的生命完全沒改變 你看哪一個比較重要 我想這個答案是很明顯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下一個問題是 請問主任 我是福音戒毒的同工 因為戒毒村的服飾 導致我一週五天都不在家 我們也剛有小孩 我妻子常會期待我多在家陪伴孩子成長 不知道該如何平衡侍奉與家庭 OK 那其實我也有小孩 我的小孩現在也很小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我在行政中心服飾 有上下班 然後家人比較不會對我的有所要求 其實我跟你說 這個要求一樣也是很高的 並不是說我上下班服飾 我就不用顧家裡了 也是需要顧家裡 然後但是我在這邊的侍奉 也沒辦法說讓我常常的 就是準時下班回家 那你說要怎麼平衡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溝通清楚 是溝通清楚 就是說妻子 我覺得妻子是一個幫助者 那她應該要體會得到 要體諒到你的服飾的型態是這樣子 我覺得說一個春家同工 或者說是因為我有時候有任務在生 我必須要晚上要出門 或者說是禮拜天禮拜六要加班 甚至於過年我們也都來加班 我覺得我會跟我的妻子講 這就是我的服飾 若我沒有辦法好好做好我的服飾 那我在侍奉上不忠心 我在家人的面前 我也很難好好的來照顧家庭 那我覺得這是應該要溝通清楚的 這就是服飾的型態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沒有辦法就是取得平衡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跟家人商量 那看看是要怎麼來處理 那畢竟我記得晨熙會 過去也有同工是這種情況 就是因為家人然後有小孩之後 然後家人就是他們都選擇別的服飾 或者說是另外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也OK 並不是我個人不會覺得說 你非得一定要在晨熙會 你才是好好的服飾神 我覺得這樣子講 有時候對家人也並不是十分的公平 但是我覺得說既然是夫妻在一起 他應該要試著去體諒你的服飾的型態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家人顧好了之後 你家人能夠體諒你的服飾 你才能夠全力以赴 才能夠全力以赴 那牧師過去常常也有一些方法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會帶太太一起服飾 讓他能夠了解到我們的服飾的型態是什麼 讓他們知道說我們工作的意義跟價值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像我有時候我到介入村去 然後我也會邀請我太太跟我一起去 或者說是我有時候臨時有什麼狀況 必須要外出的時候 我也會跟我太太解釋清楚 而不是說我有事我要出門了 那我想那樣子 他不清楚你服飾的價值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多留一點時間在家裡 但是他如果知道 你清楚你服飾的價值的時候 他就比較能夠體會得到 體會得到 你必須這個時候要出門 或者說是 你必須要留在村子照顧弟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協調的 請問在您多年赤鳳梨 有無堅持的事奉心智裡 有失敗的經驗能否分享 其實失敗的經驗是非常的多 但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哲學是這樣子 就是越挫越勇 那常常在服飾的時候 確實是有很多的為難跟挑戰 為難跟挑戰 然後對於規範的討論 或者是同工的相處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一些很微妙的藝術 那有的時候 你說會不會失敗會不會搞砸 我覺得也是會有 但是我個人是這樣子 如果說我做了不好 然後或者說是有在言語上有得罪同工的地方 我是很願意認錯的 我也願意跟同工道歉 然後尋求同工的諒解 我覺得你說這樣算不算失敗 我覺得在我而言我覺得不算失敗 我覺得這是在失敗當中學經驗、學教訓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那堅持侍奉的心智 那我記得以前建制牧師有講過一句話 自從他在晨曦會服侍之後 然後他從來沒有一天想要離開晨曦會 我非常敬佩這樣子的精神 我覺得這是一種堅持 堅持在晨曦會的這個愛的家庭裡面 那我自己也是這樣子的期許我自己 我並不敢說像他這麼有把握的講說 從來一天都沒有想過要離開晨曦會 但是我知道我必須堅持走服侍的道路 那我剛剛講到太太 我太太也是這樣鼓勵我 她特別提醒我 我離開了晨曦會的話 那我可能會不容易約束我自己 晨曦會算是我的一個很好的保護傘 所以我也是堅持在侍奉裡面 即便是有機會能夠到外面服侍 但是我都堅持認定 晨曦會就是我服侍的地方 能否分享一段聖經 鼓勵即將要投入福音戒徒 適奉的弟兄姊妹 那我現在想到的是羅馬書12章1節 那個將身體獻上成為活祭 你們如此適奉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那特別我想到的是獻上活祭 我特別要分享一下 其實獻上活祭是很困難的事情 什麼叫活祭就是活的 還會動的 這是活生生的 一般獻祭就是可能殺了 滿牛羊宰了之後 然後什麼獻獻賭罪祭什麼的 然後賭簽祭這樣子 但是什麼叫獻上活祭 就是你活生生的 將自己擺在祭壇上面 我覺得這是一種 非常蒙上帝悅納的態度 就是把你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我覺得一個參與侍奉的人 剛剛就講到 侍奉不是只是為了要自我實現 或者說是為了要榮耀自己 侍奉是一種跟隨基督的精神 是將自己擺上舍己的精神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說分享一段聖經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將自己獻上成為活祭 願每一個要投入福音戒毒 侍奉的弟兄姊妹 將自己獻上成為活祭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其實基督在服事的時候 你要是對聖經熟悉 你就非常的清楚 基督在服事的時候 是非常的被羞辱 被折打 甚至於被釘十字架 我特別想到在 應該是在彼得後書那邊有講到 他這邊就講到 親愛的弟兄 有火鍊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 有火鍊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 倒要歡喜 因為呢 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 也可以歡喜快樂 那我想跟隨基督就是一個舍己的過程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那跟隨基督的人自己要有體認 你是要與基督一同受苦 這是求神幫助我們 在遇到艱難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將來要跟基督一起統得榮耀 所以你說鼓勵弟兄姊妹的話語 我是就是說我們投入福音戒毒 我們就是將自己獻上成為活祭 如此侍奉是神所喜悅的 我想上帝喜悅我們來侍奉祂 喜悅我們來跟隨祂 那我們能夠真的是讓自己 將自己獻上活祭 我們要有這樣子的體認 好 謝謝 服事與進修更好的平衡 好 應該是說看需要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輔導部的時候 有同工要去進修 我們大概就會先評估一下 他的需要是什麼 有的同工他需要的是 就是把工作先暫停下來 留職停薪 然後他去專心的去讀神學院 我們有這樣子的進修的 然後呢 有的是在職進修 因為他身上有責任有任務 那一時半課也放不下來 但是他又充實自己的需要 像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會去大學修學分 花時間付一點錢 然後去學一些東西 我預計今年六月還要再去進修 還有一些就是說 像劉牧師 劉牧師他自己 他有一直在追求成長 我們常常看到劉牧師的桌上 都會放好幾本書 有的是同工看著覺得不錯 跟他分享的 有的是他聽說這本書不錯 然後請人去幫他找來的 大概都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會看著按著侍奉上的需要來選擇 有的像我們在輔導部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需要學習一些社工專業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會鼓勵同工去進修社會工作學系 那有的會有教導上面的需求的 我們會鼓勵他們去神學院修學分 都有 然後現在而且特別是現在視訊很方便 那也有人是會透過視訊來上課 也有這樣子的進修管道 我覺得應該是說看服飾上的需要 來調整自己的腳步 最重要的就是說不要中斷 不要以為說服飾這樣子就夠了 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比較可惜的 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我自己在福音戒毒裡面觀察 因為我常常會有機會去參加一些不同的機構 有的是醫療戒毒 有的是用輔導的方式等等的 我大概看到其實大家都不斷的在求新求變化當中 沒有一個機構是停止 就是說從頭到末了都是這樣子的 甚至於我會覺得說晨曦會即便是福音戒毒 這種是比較保守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其實在同工在分享上的需要 在牧養上的需要 都是需要不斷的切磋求進步的 這些都是持續的進修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如果有需要再補充提問的話 就請開麥克風或者直接講都OK 那我想我就先介紹一下下個禮拜的課程 好 下個禮拜是在愛裡面堅持 在愛裡面堅持 那倫牧師他會來分享 透過從真理的層面來分享 就是談到在基督裡面怎麼樣來永不放棄的愛是什麼 在基督裡面永不放棄的愛是什麼 特別是剛剛有一個問題 就提問到說請弟兄離開 會不會跟我們愛弟兄的原則有抵觸 那我覺得劉牧師他特別會在 會講到一些應用的層面 他會講到說他是如何幫助這種一再軟弱的弟兄 那他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在下個禮拜的課程裡面 俊如牧師也會特別訪問我們兩位晨曦會的老師 那他們一個是就會訪問他們 就是說是什麼樣的原因影響他們能夠願意來讀門訓 願意來在晨曦會裡面來參與服飾 那另外一個童工也會在見證說他是在晨曦會裡面 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但是他用什麼樣的心態來去面對 然後讓他能夠繼續的留在晨曦會來參加服飾 我想下個禮拜的課程非常的精彩 那特別有童工的現身說法 有牧師在理論跟整理上的這個講解 我覺得也歡迎大家下個禮拜能夠來繼續來參與這個 福音戒讀的這個課程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還有沒有特別有要詢問的問題 好 那最後看到這個駿儒牧師有上線 是不是也請駿儒牧師分享幾句 謝謝 我們今天剛好在有個聚會 所以只能在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剛剛有個題目我覺得也很有趣的 就是提到說進修的問題 我覺得福音戒讀的功能 它的確應該要進修 因為其實如果你沒有更多在神的話語裡面扎根的話 其實你是很難幫到人的 因為我們所堅持的是什麼 堅持的是福音 如果你今天沒有繼續進修 沒有繼續在神的話語扎根 所以我覺得我們晨曦會很好的是 我們有幾次每年有幾次的訓練 我們都請最好的老師 最好的講員 他講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講聖經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所需要的 是從神的話語所領受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很多的訓練會 有時候剛剛林強老師也講過 其實很多的訓練會 我們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看到我們的同工都要規劃 這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需要這樣子 因為這才能夠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更多的 更多的連結基督 不然的話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侍奉呢 如果一直在靠平經驗 平自己的努力 那麼一定會枯竭 將來就會 你沒辦法幫到別人 連自己都在 在恩典中失落了 所以這也就是說 在我們晨曦會裡面 為什麼需要那麼多訓練 我們要常常辦論壇 我們要常常 今年我們有幾件事情 譬如說 我們在七月份有案例牧師 案例傳道 然後我們在十月份 我們有國際論壇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這是在對於福音戒毒 一種對社會大眾發聲 也是一種傳福音的機會 就是讓大家更多的認識 明白福音 這也是一種福音的工作 所以這些都是 我們要花揮很多心思 我們的行政同工們 他們都要花揮很多心思 去邀請人去找 去安排 這是很不容易的 但我覺得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沒有讓神的話語 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為我們讓我們更多的認識神 那麼我們的工作 就是往南的 所以感謝神的那點 進修其實不是 它並不衝突的 因為你越釋奉 你會越覺得說 你必須要進修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在神裡面 有上帝的呼召 有上帝的使命 有呼召在念書 跟有呼召在進修 或者是用自己的想法 去進修的人 絕對不同 因為當你有上帝的呼召 其實在南的功課你也會做 因為那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我覺得 期待我們福音介徒的功能 都能夠好好的在神的話語裡面 其實很多人管道 我們可能自修 可能都可以 但是呢 反正就是一定要想辦法 一定要讓神的話語 隨時的充滿我們 這是我一點點的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俊仁牧師 那個剛剛講到這個國際研討會 我們預計是在10月11到10月13 預計是三天兩夜的這個課程 那主要呢 我們會邀請福音介讀的團體 各團體在台灣的 然後還有在海外的我們也歡迎 那特別是如果是海外的來 我們會特別邀請 我們盡量會在那個住宿 還有交通方面來接待 那歡迎海外的 若是你們有興趣可以跟我聯繫 或者說寫信來承熄會 我們都歡迎大家能夠播時間來參加 那比較確定的這個簡章 或者說是這個宣傳的DM 我們預計會在3月初的時候來推出 那因為活動是在10月的話 那就比較提早半年來公告 會幫助大家比較容易安排行程 那非常的歡迎海外的福音介讀團體 若是你們是機構的負責人執行長 或者說是主要的核心同工 都歡迎跟民昌聯繫 那我們後續上會有一些安排 請不用客氣 我們誠摯的邀請大家能夠 一起來參加這個福音介讀團體的訓練 那我覺得在這個訓練當中 並不是說我們能夠特別的訓練出 給大家一些比較特別的訓練 或者說是那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我們會在業務在食物上 然後在財務上我們會有一些管理的訓練 然後幫助大家在各個不同的機構的團體的運作裡面 我們能夠有一些觀摩還有經驗的交流 然後我們也會邀請在這一方面有經驗的專家 特別來針對我們福音介讀的團體有一些指導 所以說非常的歡迎 如果你們是各福音介讀機構 都歡迎跟我們聯繫 那更詳細的簡章 我們在三月份的時候會推出 那如果你想要多一些了解這樣子的資訊 或者說你有意願參加 但是想要多了解的話 也都歡迎你能夠來信給明昌 或者是來給我們晨曦會 非常在這邊非常的歡迎 好 那我想今天晚上的課程 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想在結束的時候 然後我們先一起來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天父 我們謝謝你 求你幫助我們身為一個福音介讀的工人 主啊 我們忠於您的呼召 忠於你所托付給我們的使命 讓我們能夠有意向向著標杆快跑跟隨主 好讓我們能夠在神的家中 真的是忠心的來傳扬福音 能夠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主啊 願你的名親自的被高舉 讓我們能夠在福音介讀的侍奉裡面 主啊 我們能夠在你的面前 討你的喜悦 做忠心良善的好管家 謝謝主 讚美你 願你赐福我們大家 出路都能夠蒙福平安 謝謝主耶穌奉靠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謝謝主 謝謝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